来我们还有第3第4位 来第4位哪一位 新会有没有 有有有 吴一帆啊 有个叫吴一帆啊是不是啊 你叫吴一帆啊 啊有请耶 你上台来 有请你上台来讲进去吧 来我们迎来的小声 吴一帆啊 新会友 我也是新会友 我们都是新 你好 呃 这边剩下5个 都是好的 很简单的 立会重不重要 我们看到你们讲 立会 今天我们来的就是一个 立会 我想立会应该是一个 跟着刚才这位大哥的声音来说就是 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立会是可以 大家坐在一起 互相的交流 隔一段时间 互相交流自己学习的心得 然后 然后 继续的 在立会结束之后 继续的前去发展 然后 总结自己的经验 等到下一次立会的时候 大家在一起过来共同成长 同时 立会也是一个 其实像今天就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立会 嗯 对我来说 这是 呃 虽然对大家 我今天看到 这已经是第一百一十二次立会了 呃 但是在 所以 每个月一次的话 从现在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的历史 呃 但对于我来说 却是第一次 呃 我想每一次 只要不断的有人来参加 来贡献出他的第一次来参加立会 这个立会就会一直的走下去 呃 从一百一十二次变到一百一十三 呃 一直这样走下去 呃 我的分享就到底 谢谢 好 谢谢 立会重要 立会非常重要 嗯 立会是最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立会可以从 大家的互相学习的身上 无数的东西 无数的语言 无数的知识 无数的 哇